大家好 今天是2022年9月16日星期五 今天招店有我周天慧和大家讨论时事 今天主要讲两件事 一件是罗家英事件 另一件是金马掌政治化 英女皇伊丽莎白二世在9月8日逝世 上一集招店我们也有说过 香港戀籍的情绪因为这件事被推上高峰 几天来 连日都有不少香港市民 特别是黄丝港人 排了长龙几个钟 都要去英国驻港的总领事馆去调宴 在社交平台黄丝不断分享排队的照片 每个都说等这么久是值得的 民心所向之旅 真是借英女皇逝世宣扬戾 仇宗思想将事件黄色政治化 生于殖民地年代的75岁 艺人罗家英都有去的 罗家英结束之后 就在领事馆门口 都像是领事馆门口 在一个社交平台上post了一张照片 他就这样写的 他说他登基我就七岁 这七十年来英女皇是我的长辈 看着我成长到老了 香港在他的庇任下 人间福地 暖籍的人一定见到就拍眼手掌 觉得佳英哥说出他们的心声 但是如果有少少历史 认识少少历史的人都知道 英国其实是强盗海盗独反侵略者 卖地雷交还香港之后 就撕裂中英联合声明 在指指点点的 抢回来的那些财装 还要事无忌惮地 摆在大英博物馆 在演戏 叫做扬威 扬威地摆出来 你想想 当家英哥口中说的 香港在女皇的庇任下 人间福地 这句话你就出事了 所以当然是很争议性了 英女皇的地位崇高 世界上有很多国家 很多人都有同感 这是一个事实 人死了之后 就好像眼灯关了 那缅怀 其实是很平常的事 但是最重要的就是 那些黄尸将这件事 变了大幅政治化的时候 就好像 罗家英这件事件那样 变得很神化 整件事也很奇怪 我想大家都看到 网上有些图拼在一起 你想想其实那些王子和王孙 好像那两对夫妻 Prince Harry 和Prince William 两对夫妻 都是 他出笨那天 他的样子就 神色很凝重 但其实他们见市民的时候 他们都是很开心的 将另外在香港 跪在那儿 又跪又哭 到疯了 照片拼在一起 大家就觉得 拿个对比 你想想人家自己的家属 都觉得女王细细 其实96岁都叫绍桑 那你又真是 哭到这样 大家真是 议论就是说 喂 是不是有点似 这些事 罗家英的言论 引起网民围攻 其实 说真的 我个市民 香港媒体 将他今天拿出来说 意思就是 其实他是男的 他不是黄的 你看回他自己的微信 微信里面 其实他很撑警的 为什么都会被人围殴呢 说真的 其实他那句 香港在女王的庇荫下 人间福地 其实出事是这句 大家我想不是他 是黄还是男的问题 而是他写这句 他似乎是敏感度不足 被人围殴 最终他就拍片 就指着自己的头在那里道歉 就说自己的哀悼支持 未加深思熟虑 其实原意 只是想表达对女王 老人家的勉怀 希望大家不要过分解读 他就说 他就保飞地说 数典忙中我做不出 我是中国人 我永远都是 永远都爱我的祖国 当然有人收货 有人继续骂 不过其实我觉得 整件事都是他敏感度不足 他都道歉 大家收货就算了 外国势力 处心积累去搞中国 其实方法有很多 台湾就是一件 好使好用的工具 政治上 美国参议院外委会通过了 《台湾政策法》 一面倒支持台湾搞事 相信这条法例 经美国国会讨论 很快就会落实 到时美国又有新的借口 卖武器给台独有 在民间台独有一直 都在阴点阴点阴点 甚至受贡的情绪 例如 明明是表扬演艺界的金马奖 近年成为了香港的皇友 和台湾绿营搞政治show的舞台 第59届金马奖的颁奖典礼 将会在11月举行 9月底将会公布入围的名单 香港影业协会最近向会员发信 提醒各位会员 因为金马奖日趋政治化 如果要参与 就无必三思 以免殃及慈喻 捲入无谓的糾纷 信中又提到近期 地缘的政治日益紧张 严重影响两岸四地文化交流 而近年的金马奖颁奖典礼里 多名台湾导演和艺人一再提出 与电影、艺术不相符的言论 将政治和电影混合一谈 沾污了电影的独立艺术性 将整个活动拖入充斥争议的胡同里 所以希望会员要谨慎去处理 其实信件的内容很白 叫大家要小心 与台独要划清界线 香港影业协会理事长红组星 最近接受电台访问 有些台湾的导演说到台独问题 所以协会觉得非常严重 万一发生这些事 他们会觉得很尴尬 他们担心会不会宣传他们的言论 如果在台湾有这些事情发生 会不会影响会员回国内发展 所以就是温馨提示 说真的 当台湾有一些演艺人在宣扬台独的时候 意图在捆绑其他同行的事 自然有人挺身而出 叫大家小心 其实不是很大件事 早在2018年第55届金马奖颁奖礼里面 已经有导演在宣扬台独的信息 彻底踐踏国家的红线 于是中国大陆就出招抵制金马奖 当时就有很多中国大陆的明星 香港的演艺人员最终都没有出席典礼 也都不觉逐金马奖这个奖行 也都试过有赞助商就决定放弃赞助金马奖 圈外人就觉得自从美国的贝洛西访问完台湾之后 解放军就以持续环绕台湾军演 是台海的新常态 其实不是的 演艺界早前对这个新常态很有认识 正如香港电影工作者总会发言人田启文 就是田鸡所说 他说这种温馨提示 其实在过去那两三年已经都是有的 相信今次因为信里面提到政治两个字 所以大众就特别关注 在两岸四地生活的人 你没有办法不去适应这个新常态 这个是现实来的 如果有人强硬是要站在台独有关 那些连的一边 到时你真是乱惹 你真是各下自负 说正我一句 其实就是这么简单 人家提理 你是会员提理 那你自己提理 就是温馨提示 我觉得又不需要过分解读 好了 题外话 下个星期一 9月19日 下午3点 之前邦港出声 主推的全民讨论解决土地房屋的活动 我们之前有说过 就是说我们做了一个民调 那我们将会在9月19日的下午3点 在邦国出声的Facebook 我们会有Live 我们会有个记者招待会 就说回我们在这个民调 找到些什么结果的 希望大家下个星期一 9月19日三点钟 就可以登入 帮我出声的Facebook 那就看Live 好了 今天的今天焦点 来到这里 下个星期一再和大家见面 拜拜 喜欢我们影片的朋友 记得留言 赞好 分享出去 支持和订阅周天卫 Fanessa Chow的YouTube频道 按下这个小钟 那就不会错过我们任何一条新片了